好啦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要來上 這個 魔靈小教室第17堂課啦 喔我拿到這個第一名的喔 你看300名譽耶 賺賺賺 還是初心者聯賽 前四周都是初心者聯賽 那初心者聯賽因為是前四周才會有的 那四周之後就會跟 其他的一般玩家一起排了 所以在前四周的這個初心者聯賽因為都大家都是 那個 這四周內剛辦的賬號 所以 大家實力都不會差距太大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就是中間都是大家如果都 還算玩得認真的話其實我認為要爬到第一名不會到太困難 而且還有很多可能是 他剛辦賬號玩了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之後發現喔沒有那麼有興趣就棄坑了 的賬號也會在裡面 等於說那張號的 就是防守就是他的分數就會 會停在那邊所以就有很多很低分的人有沒有 看後面都是 個位數等級可能是這種創那種 創的賬號玩了幾天就不玩了 所以 其實要爬到第一名 不會太困難 但也有可能一個聯賽剛好也有另外一個人跟你一樣很認真在玩 那至少啦我認為 前 我們不要說前三名前十名都不會太 就是前十名應該是一定可以穩定拿到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爬塔了 那接下來我來抽一下這個 召喚石喔 呃 那個因為 大家知道什麼嗎 因為我 還記得嗎我要抽這個 火 火小 或是這個小惡魔冠軍 因為我要來 因為我合成這個 火吸血鬼需要 那我就缺他一隻而已 我們有幾個召喚石啊 我們有 好我們有六次機會喔 我真的不求什麼拜託 來一個召喚石就好 來一個小惡魔就好 喔 風企鹅騎士喔 這個 這個角色可以留著 因為他其實 趴塔是可以用到的 如果 如果想用的話 他是不錯用的啦 就是在爬 困塔的時候 他是一個可以洗CD的角色 好 不用抽了 我們已經抽到這個 冠軍 火的 小惡魔冠軍喔 那 我就來順便把這個 我就來順便把這個 火吸給弄出來吧 我們的這個 火吸 的材料 搞定了 都練好了喔 好了 我們這個 這個這個 最後的 最後的一直需要組合的 這30天內 大家需要組合的最後一隻角色 就登場了 火吸這個角色是真的是一個 超級超級萬用的角色 因為他的被動技啊 他覺醒之後 這個被動技 是 只要爆擊 就會加30%的攻條 那 30% 他的一機跟二機都打兩次 等於說他每一次攻擊 只要你把它撐到百爆 每一次攻擊 只要不是克屬 只要身上沒有衛冥重狀態的話 每一次的攻擊 都是加60%的攻條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強勢的 體調角 我們就讓他降臨在我們的包包裡面吧 火吸血鬼 其實這個遊戲裡面我認為最好用的 原刺之一 不對 應該是沒有之一了 這就是最好用的原刺 好 然後 然後 唉 這要把它覺醒喔 我們這個火精髓還缺了一些喔 唉 20%攻條 抱歉我剛才講錯 那個他的一技二技都打兩下 所以是加40%的攻條 我剛才講錯 好 那接下來我就把他練 我就先 我就要把他練起來吧 把他 我就把他練到 至少先練到五星滿等的 那六星要不要 要不要先六星就再看看 我現在六星的選擇有 這兩個 光鮮女王跟暗1 再來 還有火吸 就這三個角色要流星 那我的 我的肥料夠了啦 我在想一下我要先生誰啊 大家覺得呢 嗯 我在猶豫的點喔 就是因為 我升上去的話 我就有這個獎勵可以拿 我只在想我需不需要拿這個獎勵而已 他有 至少他有這個 我覺得我先升暗1好了啦 來 我們來先把暗1升上去喔 我記得我的肥料是夠了 這樣子 好我們先把暗1升上去 暗1也六星了之後 剛好 火格的獎勵 暗1的獎勵 有沒有 我們有好多隻 我們現在應該又有四隻 我們有四隻了吧 對四隻 按到 然後 名譽我還沒買 這個禮拜的名譽 我們可以買一個這個 惡魔怪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把 火格技能吃滿了 我覺得我可能會先吃滿火格的技能 因為火格二次覺醒完這個技能喔 只要把他吃滿他的這個困塔 超級強的 好 那那我先來把這個火 啊火稀 各位火稀是可以不用吃技能的喔 因為他的賣點就是在他的被動機 那 他的傷害其實是非常的次要的東西 所以除非 你到後期的真的很在意 他就是 開始會需要一點點 開始會注意傷害的時候 再來把火稀這個角色的技能慢慢吃滿也來 也不遲 那 這個角色其實 吃滿跟沒有吃滿他的影響 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因為他的賣點就是在他的三技 只要他有擺爆就可以了 好那我自動到這個 76層喔 其實中間還算蠻順利的啊 就 呃 就連70層的王冠我都是用自動就可以過了 所以 代表說我們現在這個陣容已經非常的 足夠爬白塔了 就是我們已經從 原本要手動 我們已經從原本要手動然後到現在就是已經可以自動到70層了 現在70幾層我都還在自動 不過中間有一個 74層吧我是用手動因為那一層 我們待會去看一下 那一層比較難打一點因為他都是 就是他反擊 那我看到 我看到 74層的時候其實我就已經知道了就是 84層的王冠 就是 那我看到那個74層的時候他是反擊隊我就已經知道說 這個因為80層是光邦了 不一定是光邦但是一定是反擊關卡 我其實沒有特別記這個 這個 這個要小心一點這個我可能 好 這個我要稍微手動一下喔 撐住嗎 唉唷 沒撐住 沒關係 沒關係 沒撐住有點虧但不至於會輸 看起來啦我從70層到80層之間已經開始慢慢需要手動了 不過沒關係我們已經可以自動到這個地方我們 我我我至少我自己已經很滿足了 對 再挑釁一次然後接下來就無敵就好了 無敵放著不管他被緩速沒關係喔 被緩速更好被緩速我們無敵可以撐更久 然後其實這個對面哪只有暗狼的反傷比較痛而已其他的那 那個暗血人的反傷其實是不痛的喔 不過很可惜我們的光泉神提早死了不然有 在有破防的情況下的話其實會打得更快喔 接下來就不用怕了大家一看接下來就是我的這個水魔劍吸的就會比補的多了喔 等一下喔 我控一下弓跳 會死嗎還是會死 可惜 沒關係沒關係應該不會輸應該不會輸 賭一下吧還沒賭到怎麼那麼衰啊 沒事啦已經贏了 好那我就繼續上去喔然後到 看起來沒有意外的話80層應該就是光泵了 光泵還是還是風喉啊風喉好像是60層吧光泵吧 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喔 對啊光泵 呃算光泵吧這隊 這是光吸血鬼加光泵的組合然後剛才這個第 74層這個暗貓的反擊隊蠻煩的所以我也是用自動打 我也是用手動稍微操作一下那 目前為止都是手動就可以解決不過感覺出來我的速度已經開始跟不上 白塔所以我接下來一開始就會使用速度隊長那我們就繼續爬下去 我打到這個 第 困塔第80層喔 不打普塔 講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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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塔第80層喔 然後因為這個 這個 80層的陣容啦是光 是光泵配光吸喔 是一個 是一個對於新手來講 蠻難處理的組合 所以 我特別換了一個陣容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我換了一個 比較少用的這個陣容喔這個陣容基本上會是我在 困塔比較 比較主要在使用的陣容 因為這個陣容 大家仔細看他主要第一個 大家有發現嗎我的光派 光仙女女王跟光全身我擁有三隻 生存力可以 補血的角色 大幅提升了我方的生存能力 然後 然後包含這個火 然後我的這個 火格 光派 光仙女女王到 光卡烏格這三隻角色 也都有 退調功能 也就是 增加了很強的 就是 控場能力 大幅的提升喔 那我的輸出變少了 我輸出就只剩下什麼 我輸出只剩下火格喔 勉強要講的話 勉強要講的話 光派其實 在破防狀況下一界打得蠻痛的 但我不認為那是 輸出 對 這個組合喔 他就是一個 很標準在困塔 困塔高樓層的時候我會使用的 擁有極高的生存率 跟 極高的這個 容錯率 因為我的 補量很高 我的控場能力很高 我的 降攻條也多 補血也多 他就是一個標準的困塔陣容 沒事 然後先 直接給他上一個進補 沒上到 這有點衰喔 那 先降攻吧 至少先降攻 拉條 挑釁 打中間 我們直接秒中間就好了 不用想那麼多 好 大家仔細看有沒有 火格這個 火格的這個惡技打的其實是非常非常的痛的 那接下來喔我要注意的是我要把 我要把官邦舟去破防 因為官邦舟的那個 傷害會看 會看體趴 會看防禦力 我破防之後他的傷害會降 會降低非常多 大家可以看 有沒有開始降低了然後再繼續戳他 基本上 他在普塔 如果他在困塔的話那我 一定要把左右的官方都可以解決掉 不然我一定會 我一定會來不及打死亡我就掛掉 但因為他在普塔 在普塔的話我可以 直接無視他的傷害 的那個 傷害量我可以直接 對 中間做輸出 等一下我要上進補喔 隨時拉一下 拉一下弓條然後進補上去 好衰喔一上不了進補 好沒關係 上不了進補至少不要被 光邦補到血 我慢慢摸他 我慢慢打他光放的血也是會被我打完的 所以不用太擔心 進補進補進補 總算進到 進到就不用怕了 對 進到我們就贏了 我們前面真的很衰 我等一下要來看一下我光卡烏格的命中率 我覺得我光卡烏格的命中率應該是太低了 繼續猛敲中間就好了 呃光 光吸血鬼他的這個 3技的這個 他是強體力喔 他不是他不算補血 所以他沒有辦法直接做進補 我進補主要是 阻擋 光邦咒的 的那個 技能補血 那 剩下就是我 我靠著打 我靠著打這個光吸 因為光吸的防禦是比較低的 我靠著打他 去消 去消其他人的血量就好了 有沒有 快了快了 他每次搶多少 他每次搶10%喔 他有沒有辦法搶幾次 好啦 快了 結束了結束了 有沒有 80層搞定 那接下來就是90層了喔 好啦 那我現在 爬到 第 90層了 然後 我想要一次過關 所以我用手動 那 我帶著光 我帶著光卡烏格 因為我的速度其實已經開始感覺出來 跟對面 就是 用了速度隊長之後其實跟 普塔的 魔靈的速度 差不多甚至 有時候可能還會小輸 代表說對面的速度已經開始變快了 我已經開始會 會跟不上他了 那這時候 除了升級符合另外另外方式的時候我就帶速度隊長啦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我要帶光卡烏格因為 我不能讓我在王關的時候的洞的次數 少得太離譜 就是我要控住對面的王 因為 到了 塔高層之後甚至是困塔的時候 王的傷害就會變得 就是會變得蠻高的那 這時候我們要盡量減少他 動的次數所以我就帶上光卡烏格了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 這個90層沒有特別難啦所以我認為應該可以一次過 希望我沒有再力氣 依照我打的經驗應該是可以一次過 最多好不好不然兩次啦兩次兩次兩次好不好 我有點害怕我力氣 撐住撐住 等一下 我翻了白癡喔 再一次 我後面被他控住了 然後一樣先瞄準中間有緩到有緩到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然後 挑釁 全挑到完美開局 不要暴走對暴走就就尷尬 好這樣子沒問題了然後 只要集中打王 我希望這個我打這個瑞琪喔因為我希望讓讓他動的慢一點然後 要拉弓條嗎我現在猶豫 拉一下好了拉一下好了 然後我要讓瑞琪慢一點動 我想一下退誰 我退這個我退他 然後這樣退 可以暈倒嗎暈倒沒暈倒沒暈倒沒關係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這樣還OK 好 然後再退一次王 可以暈倒嗎暈倒暈倒是賺的 洗弓條 拉弓條 普攻 我要退瑞琪弓條我已經學乖了 我 不要輕易的讓瑞琪動 挑釁 好完美 沒事喔 瑞琪不要動 其他能讀的就讀起來沒讀到的就沒關係不要管他 好 研究一下 瑞琪一樣 我退瑞琪 抱走一下吧可以 然後退誰 不用擔心 海王喔 我們退他 因為 海王值 就是王值要沒有用技能 我都不我都不害怕 我害怕是他使用技能 然後 大家有注意到嗎 我有絕望或有退條的角色我會選擇第一個攻擊優先目標是攻擊力最高的那一隻 然後攻擊力最高的那一隻跟 有破防或者是控場效果的那個角色 然後再下一個才會選擇是 這個運氣不好爆走了 再下一個我會選擇是攻條最高的那個角色 這樣子右邊那隻應該已經噴了 拉攻條 我失誤我剛才應該打左邊那隻瑞琪的 因為瑞琪有緩速啦其實只要被緩到就會很煩 這樣就可以普攻喔 好啦過啦過啦 OK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這堂魔靈小教室就到 大概到這個地方高一個段落我們已經突破90層了 下一部影片我就可以來把100層突破了 撲塔就直接 畢業了 那之後我就會開始來爬困塔了 好啦那我們在這堂課到這個地方高一個段落了 各位同學大家 掰掰